白血病的病人 把他的血从果水里面 拿出来不正常细胞 我就马上看出来 他的卵射体里面有不正常 那时候真的好高兴 我看到病人 他很痛苦还怎么来 又看到他很好 就觉得你这个感觉 是没有东西可以抵戴的 十三四岁开始去想说 我这一生能够做些什么 让我的生命是很有意义的 那从这个念头开始 一直到真正确定找到 其实差不多花了十年的时间 一生能够做什么 上海之后 王家康医师 那今天我非常幸运地 能够被邀请来看板入 那我想最主要的 我希望所有的妇女 都能够站起来 她们都能够成为 这个顶尖人物 欢迎 欢迎 今天看板入非常荣幸 为您邀请到中医院 同汪家康院士 同汪医生欢迎您来 谢谢 谢谢您来 请坐 请坐 谢谢主夫 谢谢 新年好 请坐 请坐 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 彭王家康院士来 因为大家公认 医学界公认 彭王家康院士 是我们台湾的癌症之母 我们有很多 癌症肿瘤专科的医生 是彭王家康女士 在第一代培养的 我们今天同时 主题也是女科学家 因为院士 她是我们台湾 杰出女科学家奖的 第一届的得主 今年是第十年 医师我想请问你 在你从医的 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你听过或是你 知道一般人 对女科学家 最容易有的误解是什么 或者是myth是什么 我在想 对女科学家讲起来 因为你已经 人家大家这样生长 所以不太有什么困难 但是我在做医师的时候 那就马上就有问题 为什么 那我记得 因为我做完了 这个外科以后 我就要到医院 因为那个时候 我没有美国的学校毕业 也不是美国的医院里面 训练出来的 所以要考 National Board的时候 非常困难 那问题是 他困难没关 但他不给你考 那就再在医院 再去做一年 这个我们叫 就是Chief Resident 就是在一个 就是美国的一个医院 结果到那边 4月时候 他就给我讲 你可以来 我们来Sign Contract 那我就很高兴 跑去Sign Contract 就在到那里 因为我开始要 做这个Job 是7月1号 那我那时候真巧 我要结婚 4月 那我就跟他讲 我能不能缓一个礼拜来 报到 他马上就跟我讲 那你不行 我们不能要你 我说为什么 他说 我们这个医院 外科非常忙 每天开到一二四台 那你做Chief Resident 你每一台你都要 你怎么可以一个礼拜不来 他就马上工作都不给我 所以你人生里面 毕竟像结婚这样子的 就是请一个新鞋架 完完全全 他都没有例外 不可以 对 结果我都蹬住了 因为我就去找了这一个 脚 脚很高兴 我又有 就他这样跟我讲 那就是表示 我要结婚的话 我就没有这个工作 所以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跟你保证 我说我是医生 对你一年不生小孩 你还是可以 就他没有给我这个工作 所以这是我最大的打击 所以这一个工作 在美国的这个job 你就只好忍痛割舍 当时的话我就傻醋了 我就跟他讲 因为什么都安排 那时候已经四月吧 那怎么就不结婚 了解 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后 听到院士跟我们分享 这个刻骨铭心 在人生里面 非常难抉择的抉择 后来就放弃了 这个医院的工作 坚持他原来所选定的婚期 做了人生 这个重要的一个决定 他也回答了我们大家 对于科学家 女性走科学之路 可能在某一个时期 在社会的框架下面 还会面临到一些 男性所不曾遭遇到的 分辨和选择的机会 我们先来看第一则报导 我们了解一下 院士她曾经走过的 这一条科学家之路 当然我们的报导 只是一部分的缩影 接下来再来了解 台湾的女科学家 周末是彭汪家康的爱妻日 一定亲自上菜市场 还要一个黄瓜 我还需要一个葱 这个煮稀饭 台湾我来了以后 很喜欢用红薯煮稀饭 被尊称为台湾癌症之母 将输国579观念 从美国引进台湾 上菜市场她是这么买的 我是尽量买 就是说不一样的颜色 看看 有时候也不一定 菠菜很喜欢 那我喜欢一个地方买 买掉了就不要一个一个地方 我要一半 蛋给我十个好 一共都要准 买菜也很俐落不拖拉 眼睛扫描快很准 不到20分钟 三个摊位搞定 但谨记在心的 是九十几岁老公的口味 他有时候也跟我讲 不要忘了买红薯 我喜欢辣椒 因为我先生四川人 所以什么我都给他放点辣椒 从手术刀到菜刀 坚持下厨 有他对家人的爱和迷幅 有时候我们要坐24小时 坐三天 但是我有个年车 就是我希望看到小孩 让他们吃得很好 很营养又乱吃 那样去吃 所以我尽量都会回来 帮忙煮了饭 让他们吃了以后 我再回办公室 彭王家康是台大第一位 女外科医师 毕业后到美国深造 接受完外科住院医生训练 没想到50多年前 美国不开放外籍人士 考医师执照 让他人生大转弯 从临床转入基础医学研究 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大合照中 67位研究员 她是唯一女性 彭王家康发现染色体异常 和癌症的关系 1971年拿到亚瑟佛莱明奖 更是美国史上 第一个获奖的外国女性 在国外工作30几年 结婚生子 62岁时 为了台湾的癌症专科医学 毅然决然回台湾 和彭王家康共事多年 小他22届的台大学弟 都佩服不已 她英文叫做 她很energetic 很有energy 她做的事情都是很积极的 只要认为对她 她就一直冤枉之情 带领了年轻人 比如说她回来 对台湾最大的贡献 就是培养了后代 当然她回来的时候 我会赞助她回来 在帮助台湾 那个时候 她那个时候 我们也准备说好几年 也不是好几个月 没有讲好几年 最多两年讲好 从几个月到两年 一晃眼超过22年 如今84岁 仍站在台湾医疗第一线 哇 走走走 一早7点半准时出席 全院主管程会 快9点再赶到病房 和医生们meeting 讲完又如旋风般快步 要去诊间 几点数呢 6.3颗 笑嘻嘻的模样超可爱 就像冬日的暖羊 彭王家康给病人的 除了医术还有温度 拍拍病患手臂 安抚小动作 流露她的关心 现在有很多小包包 可以拉的 背不要太重啊 都可以 出去玩 哪里会不会 因为我现在有在照相 我喜欢照相 一看到彭王家康 病患忍不住 话家常 我觉得她真的很亲 很亲切 因为我自己没有妈妈 所以我觉得 来每次跟她这样聊 我都自己觉得 那种心里很温暖 很亲切 很细心 叫病人很有安全感 这个跟亲妈妈一样 跟亲妈妈一样 我很喜欢彭王家康医师 谢谢 谢谢康医师 新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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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士病油轻的柔软 背后是钢铁般的 意志力和过人体力 上午看诊到12点多 又立刻跳上车 赶去另一间医院的 下午诊 其实也没什么时间吃饭 对不对 还可以 就快快 我是满党的 因为院士早上要主持 两个医师的演讲 办公室里堆满了 paper和书 显露她的忙碌 和布局小节 墙上挂满 证照和旧照片 全家福放在 一进门的显眼处 彭王家康 立志当医生 是因为她的弟弟 她就受粮 就开始生病 就变成肺炎 那时候 painicillin已经有 但是很不容易买到 就小儿可以是我爸爸的朋友 既然也没有想办法告诉我们 怎么去买painicillin 我弟弟就这样过去了 所以我觉得 要做医生的话 应该要尽力 这个尽力 让彭王家康 离开在美国的孩子 回台湾二十几年 还成立癌症基金会 老公 傅畅 夫随 即使现在九十几岁 行动有点不便 人每星期两天 到基金会当义工 协助英文翻译 在意先生的一举一动 彭王家康说 先生从没有抱怨过他太忙 两老看着儿孙寄来的影片 这时老公也帮小孩请命 我的想法一样 不希望他退休了 回家了 感觉他这个大女人 很不高兴的 心里不舒服的地方 儿孙满堂的夫妻俩在台湾彼此扶持 彭王家康从中研院 国卫院 现在又负责北疫的癌症中心 他说这是他职场上的最后一站 但问彭王家康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 他似乎永远觉得不够 最想做的就是要看到我能够训练更多的年轻医师出来 可以来take我们的位置 那这样我就可以回家了 您可以让我们海内外观众了解一下 美国国家卫生院 他在这个美国医学界里面扮演的重要的角色好不好 因为我的研究工作是来看细胞里面 染色体的改变 来用这个来做诊断 那这个以前都没有这样做过 我记得我去找job的时候 那有朋友介绍 说那你来看看美国的国家卫生医院 说研究工作是非常好的 那个主任是Dr. Fry就跟我讲你要做什么 那我就跟他讲 因为那个时候卫生体能够做这个细胞的卫生体 刚刚才开始 就是我们这个正常人跟不正常人也不一样 像我们在路上看到我们叫糖尸病的话 它就有我们普通四十六个卫生体 就变成四十七 我觉得肿瘤的话 那一定是软实体的改变 我运气也蛮好 碰到这个Dr. Fry 他就讲好 我马上给你一个job了 你七月一号来上 所以我就跟他讲 那我要七月七号来上 没关 你就来就好了 所以在医学领域来讲 这两个还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feel 本来是个医生 但是我到国家卫生医院的话 除了医生以外 实在是个研究人员 走这条科学路 你真的中心里面觉得你最有成就感 最快乐的地方在哪里 我最觉得很高兴的话 就是我把病人的 白血病的病人 把他的血从果水里面拿出来 不正常细胞 我就马上看出来 他的软色体里面有不正常 那时候真的好高兴 我马上叫我的主任来看 这个漂亮的软色体的改变 他马上去找 那个时候的fellow 没有十几个 大家过来看 我觉得那个时候是给我一个非常firm的 你可以做 不是不能做 那是多少年以前了 你现在还记得那一幕 就是你看到了那个染色体的变异 然后你叫你的fellow worker一起来看 那其实我有时候觉得 我都告诉大家 有时候运气很要紧 那那时候真巧有一个 就是他发现人的卵射体46 不是48 那个名字叫Dr.T 那是在印度尼西亚的华侨 他到Sweden 那他真巧给NH还要进来 那我就跟他学 在几个月里面 我就把technical弄好了 所以是刚好在有这个机会 可以在大师的门下 能够直接跟他学习 其实运势在这一段分享的 我们可以看到 运势在谈论很多年前 我觉得是几十年前那一幕 他的神态 他的眼神 我们还可以分享出那种 科学家研究之后发现的兴奋 而这个研究之后发现的兴奋 有很多的科学家 我们今天谈 台湾的女性科学家 跟彭旺运势走在同样一条路上 李教授 您是那个杰出女科学家奖 第四届新秀奖的得主 对 女科学家之路 我们刚有听到 这个彭旺院士的分享 那杨晓文教授 在这个人生路途上 现在走着女科学家之路 大概我们觉得时间很巧 差不多好久 你当时认识 认识这条路的一半 但是您跟认识有点很像 就是其实你们是在 正式的专业入行前 就开始在摸索 然后找到自己的热爱 我觉得那还不只是 兴趣两个字可以形容的 你可以让我们多一点理解 就是在你 坚定自己的热爱的这一条路上 好像您的父亲对你来说 其实是扮演一个 蛮关键的推手的角色 从事研究工作 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置业吧 对 就是 那当然要去找到这样的置业 我觉得 确实是花了很长的时间 以我自己个人来讲 可能从 十三四岁开始去想说 我这一生 能够做些什么 让我的生命是很有意义的 那从这个念头开始 一直到真正确定找到 其实差不多花了十年的时间 其实常常我们最需要就是 你要去向内 去寻找自己内心的声音 而不是去听外界分杂的声音 即使你进到台大电机系 我想在无论何时吧 它都是理工科的 顶尖的第一志愿 即使是在这样子 但是您在大二 一直到大三 你说你需要到半导体原件 这堂课 你才有说 就是它 那个感觉 好 那在此之前 你已经在台大电机系里面 大家认为说 你在这样一个 最高学府里面 你还有摸索 你还在摸索 我觉得那个孤独感 是加倍的不为人知吧 其实大人那时候 真正接触到 电机系的某些科系的时候 某些科目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会觉得 这不是我要的 对 那那时候其实会很沮丧 因为毕竟经过了 那么长时间努力 那么长时间的摸索 那你觉得这应该是 自己要的了吧 结果发现竟然 其实那个感觉是不对的 那时候会很挫折 所以那时候我就 花了蛮多力气去探索 所以我其实又去修了 像管理学 像心理学 还有甚至像野生动物学 这些 我就去很广泛的试探 出乎我意料就是居然在大赛的时候 修到这个 电脑体原件尾 它也是电机系的一门 一个领域 然后突然觉得 很适合自己 然后很喜欢 任教授跟彭旺院是 让我个人觉得 有一个非常相近的共通点 就是两位女科学家 你们都希望你们做的 对于人 人类的生活 能够有所帮助 你回头去看 这一段迷雾跟摸索的过程 你会感谢它曾经发生过 曾经存在意义在那里 我觉得摸索志向的过程 当然是比较辛苦的 但是一旦确定志向以后 其实那就真的是很快乐的事情 所以虽然说 研究的工作 假设说是一个迷雾森林里面的 长期的探索 但是因为那是我的志向之所在 所以我反而是非常享受这个过程的 人家说甘之如意 是这个意思 对对 而且就是 就有点就是那种 好不容易找到了 打死不放这样 彭旺月是 您在中学还在苏州读书 中学还在苏州念书 那民国三十几年 那时候女孩子 在你的生长环境里面 继续接受高等教育 这样的情况多不多 其实已经开始很多了 不像我妈妈那时候我记得她那时候进师范大学的时候 师范 所以您母亲也是接受高等教育 在她那一代的女性里面 算是受到就学的时间很长 是接受到高等教育的 对 应该那个词已经不错 因为我记得我们班上的话 虽然有分理科跟文科 理科的话女同学 我们一共班上三四个人就两个女同学 那院士我想请问 您在家里面 您的祖辈或您的父辈 他们是怎么样一个观念跟家风 就是孩子不分男女 如果愿意受教育 要尽可能的栽培他们 让他们读到 他们想读到最后的那个教育阶段为主 我这个要讲求我祖父 祖父 那时候 他们我们要搬坟 你要请人来看风水人 就问我祖父 你要怎么样的地 怎么样的一个风 我祖父就跟他讲 我要 这条件很简单 我希望人口防徵 就是人很多 第二点 我要我的下一辈都是念书的人 所以我觉得从祖父开始 那个时候 家里面小孩要进大学出国 很少很少 但是我们汪家的话号 我的爸爸那一辈都是动物大学的 那念完以后都有出国 今天因为那个 想要让大家可能看得更有感觉一点 所以我们就直接用整条语 但其实真正的应用上是不需要这样做 我们说为什么取一小块语都可以 是因为其实这个侦测 你必须尽量不要让水汽造成干扰 在我们现场两位彭康院士 还有阮小文教授 他们都希望他们所做的研发 能够真正的改变我们人类的生活 然后使我们人类的生活 幸福能够提升 那这里面我们就要谈一下 在现场你看到的这一些科学仪器 我们就跟彭康院士一起来分享 阮教授这是一个电机体 身衣感测器 对 好 那在这里面呢 我们等等听阮教授解释 他可以测验氨的浓度 然后从氨的浓度 然后经过一个医学的比对 数据的推估 然后知道我们肝肾健康的程度 它是有什么样的关系 对 这理论上是这样子 就是说 当然这些相关的工作 现在都还在跟医院做人体试验 那但是当然其实从呼气来跟健康做连结 其实这个是这几年其实非常 就是越来越多人重视的课题 那我自己其实是从十年前就开始往这个方向做 那只是呢 当然在十年前说实在话 很多人会觉得 这个 有可能 对 有可能 对 那可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世界上有很多团队 不只是氨 很多种气体 其实我们呼气中很多种气体 都跟我们的一些疾病状态 或者我们的一些这个 甚至跟这个癌症 像现在肺癌 主癌 其实也有国际团队在开发这个呼气检测 就是希望能够早期的发现 是 对 那所以像 像这个部分的话 我们现在在这个呼气胺 那我们跟肝跟肾的话 其实当然目前 我们目前比较focus的是肾脏的部分 透过这个电晶体的感测器 掌握了氨的浓度以后 它跟之间的肾脏的健康 它有数据是可以比对 可以直接相关的 这个是我们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来收集呼气的一个带子 对 那所以比如说你就是 就这样子把气吹进去以后 那我们现在的话 这个接头 当然它不是对应到这个 你只要换一个接头 把它接上这个系统的进气口 那就可以去做测试 这个系统它会把气筒 把气抽进这个系统以后 经过一个储水的装置 然后这个气会导入到这里面 是我们的感测晶片 那我们的感测晶片 它在接触到氨类气体的时候 它的这个电流就会下降 然后呢 这个这些电信号 我们就透过这个电脑 可以看到它电流 就呈现一个数据 对 所以关键是在这边 对 在这个里面的一个晶片 谢谢任教授的研究生 欢迎来 贵姓大名 我姓庄 庄明硯 那我们现在就来测一下 我们准备了两条鱼 好 那所以我们可以来测一下 这两条鱼的这个 挥发的这个氨类气体的反应 也是用 也是用它挥发氨类气体的反应 跟新鲜 你可以跟我们大概解释一下吗 因为其实肉类 因为肉类蛋白质嘛 那蛋白质跟细菌 就是说蛋白质分解的时候 被细菌这个 这个分解的时候 其实它就会产生氨类的气体 那以鱼来讲的话 其实 又因为它肉里面像有这个氧化三甲氨 所以其实它在分解之后 很容易产生的就是有二甲氨三甲氨 跟还有就是另外还有氨气 对 那我们的晶片呢 因为对这几个气体都很灵敏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直接测它的 所谓的挥发出来的这个氨类气体 然后就可以倒推它是否足够新鲜 那据说这个指数如果越高 显示这个鱼肉可能新鲜度就越低 是 今天因为那个 想要让大家可能看得更有感觉一点 所以我们就直接用整条鱼 但其实真正的应用上 是不需要这样做的 我们说为什么取一小块鱼都可以 是因为其实这个侦测 你必须尽量不要让水气造成干扰 所以我刚看到您是密封 带来的 对 主要是就是测以前要把那个水气 就是对 把一些水去掉 好 我们接下来会做一个很好笑的动作 就是我们会把它打气 但是当然这个只是现在的做法啦 其实未来的设备里面就可以直接 直接用那个帮浦直接抽气就可以了 我们就会直接把气体抽进这个系统里面 所以它刚打进去就是说载气 对 对 那软教授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数据的意义是吗 它有一点是往下看 我们先看到一下最左上方这个是侦测的时间 通常我们会在固定的时间 譬如说30秒钟我们把它移除 移除之后那我们看一下 就是刚才其实当它开始抽入这个 鱼的这个带子的气体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电流就开始往下掉 对 这个这两个curve是 因为我里面有两个晶片 是 那它就同时在记录 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电流往下掉 那往下掉的幅度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电流变化比例 它就是会反映出这个氨的浓度 或者说等效氨的浓度 对 那现在你可以看到 因为它又移除以后 它又开始抽空气 所以它会恢复 那刚刚这个往下降的是指它里面的氨的浓度 氨的浓度 对 那所以譬如说 你就这个氨的浓度 当然我们会把这个晶片的这个资料库 去做一个对应以后 我们就会知道 那这样对应到的大概是什么样的浓度的氨 然后呢再透过我们跟这个食品检验所的标准去比对 把这资料库建立起来以后 你就可以知道 那它对应到的新鲜度是在哪个范围 这样 开发这些新的应用这样 对 其实这些很多都已经是跨域了 所以团队里面有非常多不同才能的这个合作者 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的这个科学研发 如果它进入到应用面的时候 其实它跨域研究是一个主流 是非常需要的 对 像这里面 我的专长其实是在这个感测的晶片 那可是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分析化学 然后也有电信号处理的话 像他们在开发原型机会需要这个电机里面那种 做这个电路设计信号处理的那个部分的专长 对 然后像现在鱼的这部分 事实上我们也跟这个食品科学的人 去做一些研究 去做一些合作 我很好奇看它的那个曲线 是不是跟刚刚一样直线往下 我有点体会到那个实验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兴奋的感觉 对 好 所以我们一样就是等三十秒钟 那个两条哪一条比较新鲜 帮我问了 对 我们也可以从结果来看 但是目前从这个曲线上 两边都是往下的曲线 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新鲜鱼符吗 对 其实它就是一个幅度上的差异 对 现在这个 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第二段这边的 它电流的一个往下钓的幅度 会比第一段的稍微大一点 对 那坦白讲这两个鱼 我觉得它的变化比较小 那如果要更明显地看到它的差异的话 像今天刚来说 我们是用更长时间的这个 比如说六十秒的侦测 它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效果 现场很谢谢燃小文人教授 也谢谢你的研究生一起来 让我们观众朋友 可以在现场实证 看到也体验到 在这十年研究的一个结果 而且接近我们的应用面 感觉好像只差小一步 就把它商品化 对 对 所以这部分 就很需要这个团队的一起合作 谢谢燃教授 把他们团队 在这部分科学领域的研究结果 带到看板人物来 谢谢 来到燃小文的办公室 有种反差萌的feu 桃红小桌机 淡紫色沙发 心眼花朵的画 绽放的是燃小文可爱的一面 其实是还蛮伤心的 因为就是觉得 你刚刚是要营造一点点那种 就是让自己 好像可以有个小角落 稍微的就是可以静下来 对啊 因为做研究场 你需要静下来一下 办公室里唯一一张生活照 是他在法国旅行时 穿着花花长洋装的模样 浪漫的很 就像村上春树的书我会喜欢 也是因为其实里面很多时候 它在描述那个疏离感 对就是你 你怎么去 handle这种疏离感吧 然后怎么在里面去balance 生活跟你自己的内心 村上春树 夜词诗选 或是高中最爱的彷徨少年时 冉小文放满书柜的文学书籍 是他从求学阶段开始 养成信念的力量来源 群子说不要怕 这是含有的业 美丽骚动我们生疏的灵魂 不要怕 握紧知识 睁大眼睛 胸怀天明 和我们分享很爱的诗 冉小文花了十年时间 找寻自己要的是什么 最后坚定科学研究 是他一生的路 书架上一边文学 另一头各种奠基讲座 对冉小文来说不冲突 就像女生钻研科学 是否符合社会性别期待 框架在自己内心 而不在外 那时候测试发现 用DC结果是什么 所谓寿命剩一个小时 其实他不是寿命 他是飘出去的 但是对他的那个 背景电脑的趋势 会有影响 对 但他其实还活着 他不是死了吧 眼睛紧盯电脑上的数据 没有什么表情 认真严肃地和研究生讨论着 对学生来说 冉教授严格细腻 和他共识很久的同事 这么形容 好像没有什么变化 对 对好像还好 学生有时候就是在工作上面一些 或是甚至他学生的一些 常常生活 遇到一些不顺的时候 就是说有些老师 他可能会觉得 这是你的事情 就是我 反正我只要就是 看你有沒有进度就好了 我只负责你毕业了 对啊 那我觉得任老师 他可能就会 比较愿意跟学生多多聊聊 可能就让他抒发一下他的情绪 观察入围的背后 是一颗柔软的心 可从燃小纹 转换研究领域看得出 如果把刀分立器 是用在怎么样 让显示更漂亮 这个确实 我自己本人 是没有那么大的兴趣 所以对于怎么样 把这个半导体的技术 如果能够开发成这种 说生意电子元件 我是一直 就觉得蛮感兴趣的 离开舒适圈 希望科技应用 对人的健康有帮助 燃小纹现在专注生医研究 这天我们跟着他 来到学校的无城市 燃小纹原本开玩笑说 现在是老师了 做实验的熟悉度 可能不如天天碰的学生 没想到 我刚刚这样做 我就觉得很快乐 为什么 因为 就 因为你就 就有那种动手 做白个东西做出来 就 像有些人就很喜欢做蛋糕 那你就可以做出电晶皮 或者什么 电子元件 而且是自己设计 然后自己做出来 可以检验它的功能 那不是很酷 眼睛发光的模样 让我们仿佛看到 当年那个热衷科学的 女研究生 晚上进实验室 隔天天亮出来 不以为苦 如今 燃小文带的研究生中 女同学占少数 学生也有点无奈 把课本影响会比较多一点 像是我的很亲戚朋友 然后就会听到 你读 因为我大学是读物理 然后现在是电子说 你读那个 那 不是都是男生在读吗 什么的 女生为什么念力 勾念到这么高 这件事对燃小文和好友来说 从来就不是个问题 没有那声音的 我是最近看到那个维珍贴片 开始觉得 因为跟你的技术 技术学家相关 对 然后所以 所以烫飞一些什么药啊进去 所以我才会 我的建议啦 我的建议就是你要开始 三位女博士平常很忙 一见面逮到机会 就会彼此请益 下午茶不拖拉很有效率 对他们来说 选择科学 并不是件特别的事 就是说小文就喜欢这种 可爱的东西 虽然可能跟大家给他 他给就是那种 刻板印象 一个电竞系的教授 不大一样 不大一样 但就是说 其实我们都有一个 比较共通的一个特质 就是我们在很多选择上 选择做自己 喜欢做的事情 希望外界不用觉得他们不同 万变不离其宗 拿掉性别 热情才是坚持的发动机 那条别人觉得枯燥的科学路 燃小文和好友们觉得 其实像丰富的桃花园 永远新鲜 我们在这个燃家室 我们刚刚在看那个 实验的过程里面 洪宝院是越靠越近 越凑越近 然后两点发光 其实我们节目之后 院士马上就说 他有很多要请教 那个冉教授的 希望在这个癌症检测上 也能够利用这个 Sensitive的电竞晶片 有进一步的突破 院士 我们在前面聊到 大家称您为 台湾的癌症之母 您那时候已经60岁 在美国 其实都生根落地了 但是后来 你毅然决定 回到台湾 训练第一批的癌症 肿瘤专科医师 你说你是基于报恩 是人性里面的一个情感 为什么是基于报恩 做出人生那么重大的决定 60岁回台湾 我刚刚就在讲 因为我回来做这癌症训练的话 并不是靠我一个人 我好多在国家卫生院的同事 朋友们 他们一起回来帮忙 那这样的话 就我也要感谢台湾 我一直跟大家讲 不要把credit都给我 应该给所有的 帮我忙的人 那除了人以外 也要感谢政府的机构 能够给我们最大的帮忙 对 所以彭王院士 其实他提到的就是 1987到89 那个时候这三年 彭王院士用他在美国的人脉 还有他广结的善缘 我们台湾训练第一批肿瘤专科医师 是引进大量那时候 美国的一才 这个人才的才 然后回台湾 在三年之后 他们总是要回去 所以彭王院士就说 我会回来 接棒再继续训练 不会让大家所带来的观念 知识 然后因为你们回去 三年之后断根 对 可是那个时候你回来 在三年之后 1992 你回来的时候 你必须还要 在台湾的体制下 你必须要从基层的住院医师 开始做起 我那个时候在做专科医师 去年1960 那一九后来 我马上变成这个 自身的医生的话 我就很少在做基础的事 就是上面脚 所以我觉得这样回来的话 我不会了解 我们低层缺少什么 所以我再回去做两年 做训练 因为就是专科医师的训练 那就是说我把美国的 这个我们叫基层 就那个时候怎么训练的 就带回来 所以在真正一个科学家的眼中 任何的工作 他没有职位的高或低 你讲得很对 这样的话 对年轻的人也比较 觉得 哇 你都那么努力的话 我们一定更努力 所以你现在看到 我们训练的人现在 像正安里 现在是癌症中心那种 那我还有张俊燕 现在成大的医学院的院长 还有其他 我讲的 大多都是做了主管 那我就很高兴 感动的力量很大 真的是很大 院士我想请问您 您现在自己的门诊 我们讲一天还是一周 您看多少病患 我一个礼拜四看四次 有时候因为 像台大礼拜三 礼拜一早晨 我这三个 礼拜一下午的话 在万方医院 但是在我们这个 副所医院的话 也是 by appointment only 所以就有时候 不止一次两次 看有多少病人而已 最主要其实 我是希望看到病人 病人好起来 我的亲人也好 我觉得很有自信 我看到冉教授也很有感 相信跟我得到感动一样 冉教授想请问你 一样的 他曾经在美国国家卫生院 做病理研究 然后带团队做到主任 现在在第一线 这个看诊看病 你完全可以了解 就是那个意义 其实是一样的 应该说 那种可以去 碰触到未知吧 然后可以去探索的那种快乐 我常常会去形容 它其实要兼具两个 很截然不同的层面 我相信在其他工作 你可能很难找到 把这两个层面放在一起的 对 其中一个层面就是 因为研究工作是一个 长期的心智性的工作 所以我会说 这有一点点像是 你想像它有点像是 一个写长篇小说的作家 那你其实要有一些 规律的生活 然后要去留白 要给自己沉淀的时间 然后长期的去 把一个目标 慢慢慢慢的达成 然后去思考 那可是另一方面 其实我觉得 它也是一个 你有点可以享受一种 可以说是一种 战略性的工作 就是譬如 因为你会和合作的伙伴 然后一起要 克服一个困难的时候 我觉得那种时候 其实就有点像是 大家就是占有 然后你可能要攻克 前面这个碉堡了 那这个我们可以分成 中军 左近 右近 然后同步进行 对 用不同的策略 对 我觉得那是 也是一种 就是能够去解决 你面前看到的障碍 然后再一次提升 研究的成果 我觉得那个是 那种团队的快乐 我觉得他们对工作 都有高度的热忱 热情 那我想今天 从两位科学家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每一次他们在分享 他们的研究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都传递一股 很强的使命感 解决女科学家讲 台湾时间在今年2017 过二年之后 在一个月大概三月左右 就会公布 今年走到第十年 我们现场邀请到 是我们看板的老朋友 熟悉看板人物的观众朋友 一定也分享过他的生命故事 我们欢迎台湾莱雅总裁 艾米 艾米 欢迎你来 谢谢 谢谢 十年喔 那时候为什么我们台湾莱雅 会这样的在台湾 在这段时间推动 我们也有自己的台湾 杰出女科学家讲 我们的心意是什么 我们已经是一个百年企业了 那我们的创办人 事实上是一个化学家 那我们一直相信 科学跟研发 是我们这个 永续经营的一个根基 也因为是这样子 我们也知道科学 对全世界的进步 是非常重要的 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理念 所以我们当然 就跟联合国教科文 举办了全球的杰出女科学家奖 那在台湾是在2008年 我们跟吴建雄基金会 推出了第一届的杰出女科学家 那我们就是 院士 就是我们第一届的杰出女科学家奖 那我们其实 我们也知道在全球 这个科学领域里面 女性的占比不到三分之一 这么少 在台湾的话 也一定是比这个数字还少 所以我们就希望透过这个奖项 然后能够建立一些标杆典范 然后让这些年轻的女性 能够勇敢地去追求科学的梦想 您个人 我想听听这十年来 您接触 了解到这么多女科学家的故事 对你个人来讲 你觉得情感上 还有知性面带来的激励是什么 我自己觉得非常荣幸 在这十年来 我有这个机会能够接触到 这么多杰出的女科学家 其实每次接触都真的让我很感动 而且是很是可以学习的对象 那我觉得比较 对我感受比较深的 我觉得有两个特质 第一个我觉得他们对工作都有高度的热情 那我想今天从两位科学家 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到 每一次他们在分享他们的研究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都传递一股很强的使命感 好像要改变这个社会 而且我记得有个科学家都跟我讲说 他在做研究的时候 就好像是在寻找保障 那个寻保的过程 因为你要一直挖 但是你不知道保障在哪里 就好像做一个实验 你可能要失败十次一百次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是不容易的 非常谢谢艾米总海的分享 我想请教一下院士 您在诊间 您现在跟一般病患接触的第一线 就在你看诊的诊间 很多人都称你为妈妈一样的医生 妈妈一样的彭望医生 所以你希望在情感上面 你能够带给病患最大的安慰跟帮助是什么 其实我应该讲 我看到病人 他很痛苦 还怎么来 又看到他很好 就觉得你这个感觉 是没有东西可以替代的 其实我觉得 关键还是 希望大家能够多看 多去找出自己内心的喜好 对 那因为我觉得外界的各种建议 或者各种评比 其实有时候会让你更迷惘 会让你听了以后觉得 更不知道要怎么选 如果只是follow别人的建议 做出来的选择 它未必能够带给你 一直走下去的力量 是 新年的第一集真的很感恩 非常谢谢 谢谢艾米为我们带来两位 女科学家令人尊敬的彭望院士 也非常感谢 焦大光电的燃小文教授 向为我们观众 在新年一开始 点了明灯 既温暖又明亮 谢谢两位 非常非常谢谢 感恩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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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快乐 非常感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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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